政府發展中環海濱用地 計劃清拆中環郵政總局 騰空用地興建甲級寫字樓 有議員質疑全港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上升 要求保留郵政總局 政府說甲級寫字樓有它的獨特性 不是其他區可以取代 汪雪梅報道 因應中環新海濱發展 有42年歷史的中環郵政總局 將面臨清拆 被議員質疑 有議員就批評 不足政府就說已經做了兩輪公眾咨詢 將這個願景或是過去十年 大家得出來的共識和一個結果 去推翻從來再做個咨詢 其實這個未必是一個很理想的做法 諮詢文件裏面有哪一句 是指出將會拆卸香港郵政總局 資訊文件裏面是沒有這麼直接說 是會拆卸那個郵政總局的 我們擺了兩個方案出來 如果大家是真是關心郵政總局 他應該知道那個位置在哪裏 也都看到那個位置 已經是有另外一些建築物代替了 在外觀上我不覺得它是一個很 很有風格的建築物 中環的隔吸血治流 是嚴重的 這個缺少 這個大家都知道 現在動不動 就百幾二百元一尺 郵政處處長梁松泰說 中環郵政總局有石屎摩洛的問題 建築物又有石棉 每幾年都要花大量的錢做維修 如果郵政總局拆卸之後 政府將會在九龍灣重置新大樓 有先電視記者黃雪梅報導